英國倫敦西斯洛機場十九號測到了攝氏四十點二度 寫下了史上最高溫的記錄 也因為熱浪持續 歐洲南部消防員持續和野火奮鬥 世界氣象組織表示 直到下個禮拜 歐洲氣溫仍可能高於正常水準 警告極端高溫在未來恐怕會更加平凡 就在英國人於十八號周一夜間到十九號周二清晨 度過史上最熱的一夜 也就是部分地區氣溫來到二十四二十五度之後 十九號上午十一點五十分左右 在倫敦西斯洛機場測得氣溫四十點二度 是英國史上最高溫 此前英國最高溫為2019年英格蘭東部建橋的三十八點七度 英國氣象局警告 許多地區氣溫仍在攀升 部分鐵路班次被取消 有些學校也關閉 當天倫敦消防員疲於奔命 全市通報時常火災 其中一半是地表火 有房屋被火吞噬 有農田冒出農煙 倫敦消防隊宣布發生重大事件 要求民眾不要烤肉 專家認為氣候變遷是主因 而且這樣的極端高溫 未來恐怕只會更頻繁更糟糕 此外澳洲南部仍有消防員與野火持續奮鬥 在法國西南部已有一點九萬公頃的土地被燒毀 十九號早上吉倫特省派出更多消防員前往西岸 當局表示過去一周已有三點七萬人從家園撤離 接下來熱浪向東推移 預計影響德國中部及東部 波蘭斯堪蒂納維亞半島南部 公視新聞黃韻林編譯 雙方平旺